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纲控股为2020财政年设下6亿令吉新合约的目标 约有1亿到2亿令吉合约将来自产业项目的打装工程 不过行家维持该公司股价估值已经超越基本面的看法 归咎于东海岸铁路和大马城项目复苏消息过度提振 另外行家也担忧高楼住宅 零售商场和办公楼严重的过剩问题 会造成该公司建筑相关工程的前景疲弱 因此维持减持评级 但是上调目标价至34仙 有1亿令吉合约的天下 下来几天铁路和大马城顺目标价值 有4亿令吉合约的重工程